所以今天是誰有高爾夫球的問題呢 歡迎收看打高爾夫樂媒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切乾 切乾會運用在不同的機球距離 尤其是在國領邊短距離的時候 我們會分其他的角度來去做處理 那我們一一一再為各位介紹 我們有請助教 助教 哈囉 助教 助教 我們歡迎助教 上課喔 上課啦 我們準備上課囉 今天有新的教學 上課 上課囉 哈囉 加油 加油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切乾 那切乾在打球的時候呢 跟以往鐵乾會切 老師 切乾是什麼 切乾就是 切乾就是它這邊會有個角度啊 那角度的時候會跟以往切到鐵不一樣 它的角度比較大 不是每個竿子都有角度嗎 就 對 就 它的角度比較大 大角度 所以呢 在切乾的過程中呢 我們球位呢 會擺在旁邊 那旁邊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七號鐵會擺在棟間 所以 七號鐵是什麼 七號鐵就是 七點 它這邊會寫一個七 七 那我們這邊 這寫58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叫做切乾 對 切乾 好 所以重點在切乾上面的時候 球位呢會跟七號鐵是不一樣 我們會擺在中間偏右腳 中間偏右腳 中間偏右 對 中 對 非常好 對啦 中間偏右腳 好 中間偏右腳的球位設定完之後呢 一樣跟七號鐵的握乾方式 握起來之後呢 老師 怎麼握 剛剛不是上一集教過了嗎 好 接下來切乾的位置呢 我們放在中間偏右的時候 三角形固定 三角形固定 好 這時候 我們重心呢 雙腳張開來輕鬆站之後 微微的 靠向左邊 太多 我剛剛也這樣講 OK 靠過來的時候呢 是七 左邊是七 右邊是三 所以就是三七 喔 三七 好 OK 好 三七 好 那三七的時候呢 我們重心點 膝蓋微彎 膝蓋 OK 好 重心超微 往左側 對 好 那在切球的過程中呢 我們手腕還是會維持固定的 嗯 那 太多了 哪裡太多 重心太多 所以 靠過來一點 這樣子 來 我來幫你調整一下 好 固定 好 重心七 好 好 好 就這樣一點 一點 非常好 好 一點 好 這時候重心設定完之後呢 手我們來調整一下位子 球竿面朝前 好 所以切竿呢 我們會因應不同的力道距離 會有不同的擺動弧度 來 注意喔 手腕是固定的喔 剛剛講的這個問題點 切面就是手腕是固定端 好 這個固定端穩定之後呢 我們會把三角形固定 肩膀擺動向前 好 下半身的重心呢 不要跟著轉換過來 到右側 好 穩定 OK 好 來 擺動 1 2 對 好 就這樣 1 2 所以下半身要定住 對 下半身是固定 然後透過我們的肩膀擺動 做短距離的切球 所以要切換重心 對 切換重心在左邊穩定喔 好 穩定 好 擺動 1 2 輕輕的切下去 你雙擊失誤 喂 不是遠啦 是要切短 切 切短 所以 一滴滴 對 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的擺動喔 好 所以剛剛安琪呢 有一個失誤點 在雙手的位置突然撈起來 好 所以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小刀具 來讓你們穩定一下 看一下這個位置 噹噹 好 瞄準棒 就是呢 你在打球的時候呢 可以瞄準 好 瞄準的時候呢 他可以來去做各式各樣的訓練小刀具 好 現在呢 他把竿子握起來之後呢 手腕是穩定的 手腕穩定之後呢 竿子 球竿面擺好 對 好 他會通過我的左邊 好 往下 對 好 勾住球竿 嗯 對 好 擺動 肩膀擺動上 下 對 好 所以你就會看到助教 這時候他的手腕是非常穩定的 如果他不穩定的話 會勾起來的動作的時候 就會打到自己 因為他這根竿子會往自己的身上靠過來 就會碰到自己 對吧 對 手腕就會固定了 但是呢 切球記得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下段身 要穩定 OK 好 擺動 往前 欸 對了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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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再示範一下這個切竿的時候 我們來正確動作會是什麼 第一個 要領我們球位呢 中間偏向右側 中間偏向右側的球位設定 偏向設定之後呢 重心點會圍繞著靠向左側 OK 好 所以靠向左側之後呢 擺動一往右邊 輕輕的擺動 肩膀三角形固定 然後再往左側擺動回去 好 我來示範一下切球 那助教 後退一點點 我怕我會撞擊到 擺動 一 二 這就是手腕 在正常切球的過程中 會有個固定的三角形擺動 好 所以再示範一次 切球的動作 那 示範動作正確的時候呢 我們手腕點會經過我們雙手 經過我們的球 經過我們的球 好 所以手腕不要撈起來 千萬不要撈起來 OK 好 再一次 一 二 這就是我們的切球動作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切杆教學 老師 我們那個切球跟上次的打牆壁 打牆壁是 全灰杆的時候的擊球順利件 全灰杆 全灰跟切 對 切切 有什麼差別 切 切球的時候 我們在打球過程中呢 會用在國影周圍啊 或是 國影 國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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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國嶺 國嶺 國嶺是什麼 就 打高婚咧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老師 還沒問完啦 不是啦 我們可以換助教嗎 老師 如果喜歡我們打高婚咧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